这个话题已经响显很久了 不过我又没去那边搞过诈骗 很多事也不太明白 不过后来有云南的民警跟我说他太懂了 有啥问题可以问他 这段时间解惑很多 现在可以聊了 先说下缅甸现状 现在的缅甸 大概相当于我国的民国最乱的那个时期 有个民意上的政权 江浙一带是很稳定的 但是国家的边缘地区处于军阀割据状态 缅甸也一样 南方整体是稳的 但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大家不咋听中央的 中央也不大想管那些边缘地区 毕竟让你管你不得花钱吗 于是就有了一种甩包袱的心态 其中以缅北和中央政府冲突最严重 缅北确切地说是缅甸东北 主要是国杆 瓦邦 小孟拉 大其利 也叫东北F4 那个大其利 很多人从没听说过 其实咱们熟知的金三角 就在大其利 缅北的人口其实就是华人 学校也教中文 当地主要口语是普通话和云南方言 用的货币也是人民币 连信号都是中国移动联通的 而且那边玩短视频玩得很厉害 一度连赌场和官和那些军阀部队军人 都开了号 给大家表演才艺 普通话说的跟广西鬼火少年没啥差别 后来被平台全给封了 比如咱们熟知的国杆自治周 我接触过一个那边的人 他们自称自己是跟着永利地过去的明朝移民 还有一部分远征军的后代 还有1949年之后 游往国军后代 不过云南的那边的人说 其实基本跟远征军没啥关系 都是些云南人 现在网上的那些打人和嘎腰子视频 主要也是通过短视频传播出来的 按理说 以缅北的实力是无法对抗政府的 但是各种原因下 缅甸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整合完成 当然了 可能也是不太想管 缅北才形成了适时半独立 既然半独立 缅北只能靠自己吃饭 就开始了第一第二产业大发展 第一产业是种植毒品 第二产业是加工毒品 再配上从缅甸到泰国的运输线路 生意算是干起来了 缅甸毒品大繁荣和中国有关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 很快就成了鸦片出口国 从大清到北洋 再到后来的军阀混战 当时军阀就没有不准鸦片的 后来我党上台后 第一件事就是把鸦片的全给铲了 1949年中国解放 里面的第八军退倒面缅甸 把缅甸给带坏了 缅甸当地 本来就会种鸦片英国人交的 但是不太懂国际贸易 国军见过世面 他们懂 于是跨国业务就搞得起来 先卖到香港的黑社会那里 香港黑社会也是败退国军 然后销售往全世界 更关键的是 中国这个国际上最大的毒品供应商 退出了市场 给了缅甸入场的机会 金三角正是在中国革命成功后暴走的 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不过缅甸毒品的真正大爆发 又是中国改开之后 开放了国门 加上消费能力也上来了 毒品需求开始增加 年北一度又成了中国毒品最主要来源地 这也正常 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崛起 它边上的小国都获得一些非法途径的财富 比如 墨西哥就是美国的毒品供应商 东欧给西欧提供毒品和妓女 不过 中国对禁毒 有着铁一样的执念 向中国人民输送毒品 很可能有命证没命化 所以多年来 年北的毒品不能根治 但是也没有巨量扩张 就源于我们的严格禁毒 补品之外 年北还有一个有名的来钱方式 翡翠 这个不多说了 之前马卫都说了吗 金银有价欲无价 说的不是翡翠和欲是无价之宝 而是金银是有市场价的 但是翡翠和欲没有 说值多少钱 全看买家心态 跟人参似的 中国人当个宝 其他国家的人当萝卜 美国人往中国高价 卖了那么多年西洋参 西洋参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人参 也没弄明白 中国人为啥会给这种萝卜 支付那么高的价 不过后来贩毒这条路 被缅甸人走窄了 一是随着金三角名声越来越大 联合打击的力度越来越大 二是新型毒品不断涌现 特别是化学合成毒品 挤压了传统毒品种植的市场 现在市面上的毒品 主要是以冰毒为主 很多人熟知的马骨之类的 其实都是冰毒的变体 一般有20%左右的冰毒 再加点别的东西 于是当地缅甸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 开始转型 从那时开始 当地赌博产业 一军突起 缅北出现大量赌场 一时间来自全世界的 赌客云集缅北 开启了第二次繁荣 不过当地的交通和治安环境堪忧 硬件条件也不足 比起其他东南亚国家 没有任何优势 一波热闹之后就沉寂了 于是当地不讲究起来了 干起了杀鸡取卵的事情 时不时爆出 赌客被杀被抢的新闻 即使当地军阀 为了保住财神 尽力清缴 也已经渐渐难以为继 随着菲律宾 马来 泰国 越南 柬埔寨 都开始建设赌场 缅甸的博彩事业 已经不可能做大了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 缅北的转机 还是发生在中国 2015年后 国内对电信诈骗的管理严格 一大批人被处理 剩下的乳鸟受散 但是还好些人没有放弃 转而走出国门 开始全世界扩张 缅甸那边一直有个传言 说是2015年 一批福建人 给缅甸带去了新的生机 不过在缅甸 有个人几乎无人不知 就是那个蛇至江 湖南人 他最早跑去柬埔寨 和缅甸搞诈骗 现在缅甸到处都是的诈骗园区 就是这人最早搞出来的 不过最终做大的不是他 而是2015年之后 跑去那边的诈骗集团 事实上 缅北也很适合做这个 距离中国近 甚至连网和电力 都是从国内拉过来的 当地有大量华人后代 很多会说普通话 剩下的也会说云南话 生活习惯接近 最重要的是 当地掌权了军阀 需要资金 双方有合作的基础 于是一拍即合 在缅北的特殊环境下 几种产业完成融合进化 造出了现在缅北的特殊电炸形式 对于缅北的情况 曾经有几个相关新闻 因为没有戏剧性 看过的人估计不多 不过很值得说 从2021年开始 多个地方政府发通知 在缅甸从事电炸的人 如果限定期不回来 就取消户籍 公安部2021年9月发布数据 当年已经劝返5.4万人 从缅北回国 并在口岸拦截了2万人去缅北 到了2022年 缅北电炸变得很严重 公安部组织了一次 大规模专项行动 成果惊人 从4月到7月 就劝返了23万滞留人员 从缅甸回国 一开始我看报道 还愣了一会 看了几遍 确认一年劝返几十万人 那个云南的民警说 实际情况略有出入 很可能不止这么点 有很多人去缅北是偷渡的 看这边风生紧又跑回来 过些日子再去 一年来来回回好多次 没有统计进来 瑞丽在疫情期间 一直控制不住病例 也是因为这些人 不断偷来回跑 而且滞留在缅北 就是干电炸的 也有些是开毒厂的 贩卖翡翠的 走私毒品的 跟很多人理解不一样的是 绝大部分去了缅甸的人 都不是从海关过去的 而是走小路 因为中缅有漫长的边境吗 边境线上有高总的铁栅栏 下边还有钢丝网 偶尔还有边防军 带着狗子巡逻 但是依旧挡不住 那群人钻漏子跑过去 因为那么长的边境 总有人到处挖动 总能跑过去 这些跑过去的 有的是想赚钱想疯的 有的就是在国内犯法 准备出去躲风头的 欠了一屁股 高利贷下辈子也还不上的 不过这些年我国 开始发动人民战争 带到一个走线的给三千块 边境的老铁们 跟美国的民兵们似的组成联防队 去抓偷渡客 整体卓有成效 这里有个情况要说明 在当地参与电炸的人员 95%以上都是华人和中国人 当地人很少参与 一般诈骗园区里当保安 门卫 或者保洁的是当地人 缅北军阀总是给人一种 好像很残暴的感觉 其实大家去搜一下 虐杀华人的事 他们真没咋做 毕竟他们最不想做的事 就是真惹怒了中国政府 到时候就死定了 但是民间的那些跑过去的人 就无所谓了 那属于民间斗殴 跟军阀们也没啥关系 尽管那些诈骗组织骗到钱 是要和军阀分仗的 当地电炸人员的成分 一般分成几类 首先就是处在头部那些老手 这些人入行早 有的多年前在国内就开始 随着国内打击力度加大 开始出海 菲律宾 柬埔寨 缅甸 越南 马来西亚 远的有去迪拜的 甚至有的还有跑到非洲 这些人 有的做大以后成了老板 就回国或者去发达国家 享受生活 生意交给手下打理 有人问就是在海外投资矿产赚了钱 有的没干成老板 还是打工身份 但是混成了高管 负责管理工作 有的管理公司运营 有的管理钱款出入 有的负责手下员工培训考核讲成 这些人收入非常高 中小规模公司的高管 每月都六位数朝上 这些年抓回来几个 动不动就赚好几亿 此外就是国内走投无路的 被通缉的 欠了永远还不完的高利贷的 他们基本上永远都不回来了 这些人是公司骨干 大多真心投入认真工作 对电价有很强的认同感 他们分工不同 有的直接打电话 有的负责提供后勤 有的负责人员出入 有的负责调动车手取钱 有的负责和当地人打交道 不过这两种人一被抓住 大多痛哭流涕 表示自己是被迫的 表示自己以前是个好人 被坏人绑架过来 在各种折磨下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如果不听话 就会被割器官卖了 尸体挖坑埋掉 只得暂时存身 天天以泪洗面 期待国内有人来解救自己 所以说从缅甸回来的那些人 都一个个苦大抽身 有的是真被骗过去的 有的根本就不是 上面说的这些人 就算在那边被虐待 回国之后 基本上都得被判刑 也就是最近很时髦的 那个帮信罪 最后才是被骗 被胁迫的人 这种人的基本情况 和以前说的打螺丝的接近 但是大多家庭条件 和学历更低 有的是不愿意去打螺丝 有的是希望有个更好的发展 同时还想着挣大钱 这些人比较踏实的 会选择去发达国家 通过偷渡走线 到当地打黑工 饭店刷盘子 农场采摘种植 通下水道 修房顶 捡草坪等等 一边借着国外经济发达和汇率 挣比国内多一些的钱 一边省吃俭用 东躲西藏熬日子 想法子弄合法身份 还有一些就比较一言难尽 看了骗子的宣传视频 就真相信去哪些不发达地区 可以挣到国内几倍 十几倍 甚至几十倍的收入 跑过去之后 发现自己的口才和骗术 没法达到组织要求 想回国 却发现回不来了 人家向他家里要赎金 不给就往死里打 这些年 这类新闻越来越多 一般认为 年北黑化 从诈骗和博彩 走向绑架和嘎腰子 就是以疫情为分界点 主要也是中国这边 通过超大力度宣传 诈骗难度越来越高 而且 疫情期间出国太难 年北的博彩业几乎崩了 综合下来 收益越来越低 为了维持利润总量 只有加大电诈力度 更关键的是 诈骗和销售有点像 真正的高手 不是培训出来的 而是选拔出来的 大部分人根本干不了这事 哪怕他们干这个的意愿很强 于是就得扩大基数 拉更多的人进来 选拔优秀的诈骗专家 剩下的勒索赎金 为了大量拉薪 电诈公司干脆花钱买人 比如那个最近零元释放的小哥 就是被表哥三万卖掉的 花了钱买人 来的还是没有提前做心理建设的新人 一般刚开始都抵触这个工作 就必须要上手段 连打电棍鞭子掉起来 抽不许睡觉 带吓唬 嘎妖子卖器官挖坑埋了 再配合分成画饼 基本百事百灵 然后就是培训上岗 干不好的各种惩戒 有的可能比较 真的不是干这个的料 很长时间不开单 领导确认 这人在诈骗道路上 根本走不下去 有的是干了一段时间 死活不愿意干了 这时候公司就要想法子止损 想走不是不行 要么你拉个亲戚朋友来替你 要么你家里掏钱把你买回去 当然了 真割器官卖这是确实有 不过也不是主流 因为器官买卖是个超复杂业务 要配型 还得快速把器官送到专业的医院 缅甸根本没这方面的能力 更关键的是 买器官的一般都是有钱人 他们嫌缅甸乱 一般不去 他们去泰国的比较多 但是血牛确实多 也就是把那些开不了单 家里也没钱 给他们熟身的人关起来 每隔几天抽一次血 原本诈骗和绑票两条路的生意 直接跨界往往会显得很不专业 结果现在因为经济大环境不好 以至于河流了 虽然东南亚很多地方 搞网络博彩和电炸 但是在这群里面 缅甸也是独一份的存在 作为对诈骗的应对 国内这几年反诈宣传的力度之大 大家也都看到了 有一说一的讲 现在政府的宣传力度下 如果你依旧被骗 可能多多少少是自己的问题了 然后是打击从业者 通过施加压力逼迫自首 联合当地执法部门抓人 破坏各种地下资金流出通道 因为这些人都在境外 当地执法部门很多不配合 甚至没有正规执法部门 比如上文说的那个蛇智江 他就入了减土寨的国籍 也是费了很大劲 才让柬埔寨把它批捕了 缅甸一天不解决分裂达成和平 缅北就要大量资金维持军队 当地的发展水平无法支撑 当地也无法建立产业 承接低端加工出口转移 就只能从非正常渠道弄钱 这一条从毒品到赌博 再到诈骗 无法改变 除此之外 咱们能做的并不多 看到很多人说 缅北那边如此可恶 应该派军队去消灭绑架中国人的犯罪分子 下面一群人在那点赞叫好 情绪被调动是正常的 那些悲惨的事一再发生 谁看了都痛心 但是有点基本的常识 就知道不可能 首先就是 你在他国执法权的问题 只要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政府 就不可能让你随便派军警过去 而且中国政府做事是极度谨慎的 生怕别人说我们不讲究 估计有人不屑一顾 这些年在简中互联网 有句话流传很广 备受点赞 就是所谓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 这话倒也不能算错 不过现实里很少有这么干的 动不动就用大炮解决问题 一般结果都不太好 现在很多人骂吴京 是的 很搞笑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在骂 一部分原因就是 之前把这事想简单了 发现现实完全不是那样 然后心里憋屈 正常国家的执法部门 是不可以在两国正式同意前 跨国执法的 如果做这种事 就是告诉全世界 我国公民在你国有危险 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们都可以动用武力展开行动 以后给这个国家发护照 大家都要盘算一下 如果出事了 可能会有全副武装的直升机 甚至军舰直接打过来 大家看鸿海行动 我们对那个战乱国的主权也充分尊重 做啥事都要得到授权 而且不止咱们对这是谨慎 哪怕墨西哥毒贩杀了美国人 美国政府想到的办法 依然是给一边墨西哥政府施压 一边提供各种情报和装备支持 配合墨西哥警察抓人 然后在美国起诉想法子 把人引渡过来 最多派顾问什么的 极少数情况下会联合执法 直接派军警过去 单方面抓人几乎不可能 还有个配套新闻 最近传得沸沸扬扬 说印度军队深入缅甸 就回315名被困的印度人 打死打伤大量犯罪分子 甚至官方说 要定期去缅甸清理电炸分子 干掉任何敢于阻挠的人 其实这么个战狼的不可思议的玩意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完全胡扯 实际情况是两件事 一 印度和缅甸常年有领土纠纷 印度又一向喜欢在边境搞小动作 一小队军人跑过双方实控线 拍照打卡的一番 还和赶来的缅甸军队开了几枪就回去了 和解救人质完全不沾边 说实话 印度自家出了绑架 很多时候警察的作用都是负的 二 关于解救 双方执法人员常年一直都通力合作 由缅甸警方解救被困缅甸的印度人 印度官方表示 这几年安全地把315人从缅甸弄回国 因此感谢缅甸方面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也不知道什么人 本着什么想法 把不沾边的两个事情混在了一起 挑动一波情绪 所以说 将来应该会有不少联合执法行动 但是指望向战狼里的情节 几乎不可能的事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人说 那这是咋解决 只能走合法程序 和缅甸政府合作 到时候和缅甸警方协同执法 慢慢往回捞人 不过咱们大胆预测下 就算缅甸那些园区被一网打尽 这类事又能彻底杜绝 怎么可能吗 肯定是坐鸟兽赛 因为真正的高层是打不到的 他们肯定继续打窝继续骗 换个地方重新开张 不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完全没必要担心 你在家里看手机 会有人直接把你绑了 戴上头套 扔进一个皮卡 等头套扯下来的时候 你已经在缅甸 不可能吗 还是那个问题 你自己不去缅甸 他们能把你拉过去 以咱们国家的治安 那群人真是活腻了干这事 所以说别去就得了 再怎么忽悠你 你管住自己 那双想不劳而获 一夜暴富的小手 安全得很 甚至 现在你想去那边旅游什么的 也是很难很难的 好严难劝该死的鬼 想尽办法跑过去 甚至翻越边境墙 那就慢慢等着吧 不是不救你 只是真快不了 就没 Bahn 好丼